音樂 哈囉大家 我是馬唐 那我先跟大家update一下 我染了新髮色 沒有錯 這應該是我染髮之後 拍的第一支YouTube影片 那我這次呢 就是換成比較深藍藍灰的這種顏色 跟我上個錢色相比 算是差蠻多的 那目前為止呢我很滿意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比較適合秋冬那樣子的氛圍 然後也比較有神秘成熟的感覺嘛 到目前為止我收到蠻多我朋友的好評的 然後也是謝謝我的設計師AURA 如果大家想要染頭髮的話可以去找他這樣子 對那今天呢就是我們四個月一次的愛用品分享啦 也就代表說2021要結束了 怎麼可以這麼快呀 我上班之後真的覺得每天時間都用肥的 而且我很快就要去當兵 然後我就要出國 在台灣的日子就是越來越短 我就得好好把握才行 OK那今天呢我也是整理了11樣的 不論是美妝品啊保養品或者是護髮產品 因為我現在染頭髮了 對所以大家如果對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就趕快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 保養類的部分開始 首先第一個要推薦的是我 已經用完的這個Leica的純素護唇膏 然後這個是Clear自然無色的版本 我真的超級宇宙無敵愛用這個護唇膏 我打算要回購了 雖然它的外型呢就是有點像按摩棒 但是它的料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護唇膏高底是非常適合你外出啊或者日常上班 隨身帶著使用的 因為它是屬於那種滋潤度很夠 但是在你嘴巴上不會遊移的類型 就是不像凡士林 就是你塗上去之後你嘴巴真的會亮到一個 就是Burr亮 嘴巴會抿的時候可能還會滑掉的那種情況 不會 這款它就是雖然你會感覺到它是油潤款 但是它會老老實實的帶在你的嘴巴上 而且我覺得它一陣子稍微受乾之後啊 它會在你的嘴巴上形成一個薄薄的 有點像布唇膜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滋潤度是非常有感的 然後我記得它價格也不貴 也有官方的蝦皮賣場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購買這樣子 那再來呢有兩樣東西都是來自Laura的賣場 我已經在它那邊下單大概有五次了吧 真的很愛它賣的所有東西 這邊呢我想要先推薦的是這個 雞蛋洗面慕斯 那時候在它的賣場推出的時候 搭瘋狂牆 不誇張喔 我看很多人都是五條十條那樣子囤起來的 因為它一條大概才兩三百塊很便宜 然後我有講一下 這個洗面乳它就是屬於清潔力偏強的類型 但是我覺得以它這個強的清潔力 它洗完的感覺 對我這個油肌來說 並不會覺得很乾澀 它那時候這個洗面乳有主打說 是可以清潔你的毛孔 這一塊我可能覺得還好 但是它對於我整體的 皮膚抑制痘痘 或者是清除髒東西的效果 我覺得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在用這個洗面乳 現在已經四個月了 我就覺得我的皮膚穩定很多 那可能也有搭配到正確保養品 只是我覺得清潔這一塊 這個洗面乳就是沒有讓我失望的 那我補充一下 Laura有說 這個洗面乳你用的時候不要省 你可能就擠一條或者是兩條 然後加水搓開之後啊 在臉上整個塗滿之後 你可以大概等了三十秒到一分鐘 它的清潔效果會更好 然後我自己覺得 就算它用量這麼大 可是因為它本身的毛數也很大 所以其實我用了這麼久下來 四個月也差不多才快用完 一怪了也還沒用完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說 CP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再來呢 也是Laura賣場超級火的這個 Curly Shirley的護髮 那它有三種不同的款式 我用的是藍色的這一塊 大家真的可以去Laura的賣場看這個產品 我覺得超誇張 就是它售出的數量是幾萬個就算了 它那個評論區啊 都是那種超長一串 然後有附上圖片證據的那種 看起來完全不是造假的評論 那就連我自己呢 就是我也燒到我公司兩三個同事 然後我們又重新呢 又下載了一批這款護髮 所以我這個其實是新的 因為我自己已經先囤了另外兩支 那我其實在染髮之後啊 我就已經試用過兩個不同的護髮產品 然後那兩個我都覺得就是 護髮程度不會到超有感 而且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假潤 就是可能你用完的當下 你會覺得頭髮好像變順 可是你可能隔天長起來之後 你就覺得怎麼又變回那種有點粗粗 然後頭髮很乾缺水的感覺 那直到我用到這一款呢 實在就是 嚇到 我現在這個頭髮是已經兩天沒用這款護髮 然後我等等呢補上那個 我今天晚上使用 before and after的那個畫面 藍色這一款呢 是比較適合細軟髮的 那其他兩款呢 我記得有比較適合粗髮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評估說 需要買哪一個款式 那我藍色這一款呢 也是可以天天使用的 所以我基本上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我通常都會天天使用 然後我天天使用 也不會覺得他因為這樣子使用 所以效果降低什麼 你就不會 每天的頭髮都是非常柔順的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染髮或者是漂髮的朋友 務必要去買買看這個護髮 而且他也是這麼大一條 然後 這條我記得才349塊吧 一樣就是便宜到一個不行 OK 那進入我們彩妝的部分呢 首先要來跟大家分享兩個粉底類的產品 第一個呢 我就可以快速帶過 因為我講過他很多次了 就是這個 愛戴爾的 柔...啊... 就是這個 愛戴爾的柔膠霧... 柔膠濾美顏粉底液好嗎 然後這個是唯霧光澤款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那個... 開架粉底評測的影片 你可以直接去看 那我後來呢 其實也使用過了非常多次 他是油肌友善的 就是我用下來 困油度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直角度又是中天高 而且烏化毛孔效果好 重點是我覺得他的妝感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是真的是 霧帶點微光的感覺 然後他出油之後 也不會轉化成奶油肌 所以如果你是一直很追求那種 微霧帶光澤的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這款粉底液 只是我覺得他有個小缺點 就是他只能在網路通路才買得到 所以一般的開架的屈臣室啊 保養啊 你是沒有辦法買到這款粉底液的 這一點的話 大家就是需要自己去 特別注意一下這樣子 再來第二個呢 是HERA這顆黑金氣墊 然後這顆呢 在LORA的賣場也買得到 這也是我們家Janny代言的 我很喜歡他的包裝 因為就是這種黑金配色 然後有點luxury奢侈品牌的感覺 然後我今天臉上的底妝呢 也是用這顆氣墊完成的 其實我覺得相較於一般的韓系氣墊啊 這一顆的妝感真的是輕薄很多 但是他的遮瑕度呢 又有中到高的那種程度 所以以我這種瑕疵機來講 其實我單上他一層 我就覺得還蠻夠用 就是可以外出 雖然他的毛孔握花效果 我覺得還好 只是他的持久度 以及他的味道 我都覺得蠻棒的 他的味道是那種 有一點點 高級的感覺 就是很像那種 奢侈品牌會出現的味道 然後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其實我一般的韓系氣墊 我都覺得對我來說會偏乾 但是我是有機 只是這一顆 我很明顯的感覺到 他是很吃進我皮膚 我覺得他的氣墊粉撲很舒服 而且是有一定厚度的 加上他可以把鼻翼照顧得很好 他是你在鼻翼這邊 稍微使一點力量啊 他的那個形狀 就可以貼合你的鼻翼 所以他可以把你這個邊邊角的地方 照顧得非常好 我今天完全沒有用任何美妝單 或者是刷具去整理 就單靠他這一顆氣墊的粉撲 那再來定妝產品 想要跟大家分享 Banana Code這款控油款的透明蜜粉 然後這是我看他推薦的 所以購入的 其實這個蜜粉我用起來最有感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 真的可以讓臉變得很霧很平 就是你把粉放上去之後 你的內褲就像PS過一樣 毛孔幾乎都消失了 對我來說是 至少一整天八小時下來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狀況發生 整體來說我覺得 他是一個蠻適合有機的產品 只是我覺得乾肌的人應該就蠻不適合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很乾 我想要補充一個點是 我覺得他上在臉上的時候 好像透明蜜粉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 他會讓我的 底妝的色階稍微暗一點點 不會暗到一個色階頂多 大概就半個色階那樣子 所以如果你自己很在意這一點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他有一個味道 不是很重 但是有點像 肺子粉的味道嗎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啦 所以就是在看大家自己能不能接受 那眼影盤的部分呢 今天準備了兩盤跟大家分享 都是秋冬很適用 然後一款是比較日常的 一款是比較歐梅濃郁的類型 那首先清淡款的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花洛莉亞的這個鴨系列眼影盤 色號是01沖鴨 它的色系其實不是這麼常見的 土橘的大力色系 它是低彩度的土色調 然後帶一點點紫藕粉色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色系上是還蠻特別的 那我今天的眼妝呢 也是用這盤去完成的 其實這一盤的發色度就是OK 比較特別的是它這邊有兩個我很喜歡的 這種亮片的質地 它是濕濕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服貼你的眼睛 而且是那種左右來回看的時候 它的那個亮片會細閃出不同顏色的光 雖然我今天沒上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我淘寶開箱的那支影片 我覺得這兩個濕濕的亮片顏色非常漂亮 稍微小小構變的地方就是 它的霧面色啊 其實這四個顏色的色結都蠻接近的 所以我覺得上在臉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它的變化度這盤的話 可能就不是這麼多 只是我用了好幾次之後 發現它真的很適合日常去使用 因為它的發色度雖然不是濃郁 但也絕對不是淡 而且它這個鴨子就是很好笑 有一點點廉價但是又蠻可愛的 那第二盤呢 就是來自Shimglen的這個餅乾盤 然後呢 它的色系就是全霧面的這種 非常秋冬的土橘色系 它的顯色度就是非常的夠 然後上臉的顯色度跟在盤子裡面看到的 幾乎是差不多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色階上面有淺到深 其實都非常的明確 然後它這一顆 有點像是奇多那種起濕的顏色 我覺得超級有特色 然後上臉非常的好看 所以這盤我覺得在色系上 或者是粉質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好暈染也不飛粉的類型 那我自己覺得它其實沒有什麼好詬病的地方 因為它的價格是只要199塊 而且Shimglen是可以送到台灣 甚至還可以獲到付款 Shimglen他們家其實這一系列的眼影盤 真的很多盤 然後我唯一有買其他盤 那其他盤我有買到那個 比較繽紛什麼藍紫色系的 它的顯色度就明顯跟這盤有差 就是在眼睛上面的發色度 比較顯眼的顏色 它的發色度就沒那麼好 所以我想講的是Shimglen他們 我家的彩妝盤並不是每一盤都像這盤一樣 就是上臉的發色度這麼好 大家可以自己稍微注意一下這樣子 那最後呢要來跟大家分享兩支唇彩 第一支呢是來自Roman的這個 果汁唇釉 然後色號呢是07 Jujube 就是我用到的所有鏡面 或者是水光感的唇釉啊 就只有他們家的是擦在嘴巴之後 會馬上手感 是真的馬上手感喔 大概十秒內吧 但是它在你的嘴巴上 又可以一直呈現那種 你知道有一點 微微的光澤感 愛愛內含光的那種水潤感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很像那種 原生嘴唇的那種嘟嘟唇 就跟那種營造出來的假像是不同的 You know 07 J這個色號我覺得還蠻適合秋冬的 就是比較深一點的土紅色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色號的啦 就是擦起來還蠻成熟的 好我剛剛卸掉Roman的這個唇釉 它的唇釉呢是會有一點點染唇的 就是我下嘴唇這邊 因為剛剛上的量比較多 所以就是明顯有一點點顏色殘留的問題 再來第二個唇采呢 是這個Into You的唇泥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這個 08女主角 我現在直接先上嘴巴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真的是很誇張欸 我剛剛卸完之後 完全沒有擦任何護唇產品喔 這個唇泥真的非常的不挑唇框 就是你什麼情況下擦 它都有辦法把你的唇泥填得超級滿這樣子 因為它的質地其實我覺得 真的是有點像是直接厚塗某個東西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上嘴巴上比較難營造出 可能比較輕薄的嘴唇的感覺 就是它上上去就是明顯 你嘴巴上大家一定會看得出來 那邊就是有東西 只是我覺得如果像是你今天想要畫一個 很完整的妝容啊這樣子的產品 就非常非常適合 而且這顏色真的很好看 是很有氣質的那種乾燥玫瑰成熟的顏色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用愛用品上臉之後呢 再全部跟大家分享這四個月以來 我用到的所有喜歡產品的心得啦 希望今天的分享就對大家有幫助 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說 你今年有沒有用到什麼 你覺得推到不行的愛用品 或者是好東西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影片按個讚 然後再下面留言 記得幫我把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呢去我IG看我更多生活分享 也記得呢要訂閱頻道 因為每週四晚間六點都會有新影片 記得要開小鈴鐺 好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